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为了让油管的算法可以更好地推荐我们的节目 请您多多为我们的视频点赞 感谢大家的支持 好了 让我们来看看本期的第一条新闻 加拿大副总理兼财长方惠兰本周20月17日宣布四大新规 要求各大银行降低费用以帮助借款人应对抵押贷款成本上升 由于加拿大人正在努力应对高通胀和不断增加的开支 联邦政府要求加拿大各大银行降低银行费用 并帮助借款人应对更高的抵押贷款成本 加拿大副总理兼财政部长方惠兰在周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联邦政府正在敦促银行遵守心的指导方针 旨在帮助面临财务压力的抵押贷款借款人 支付不断增加的还款额 财长还宣布 加拿大政府正在指示金融消费者监管机构 加拿大金融消费者管理局设定预期 要求贷方降低对个人银行账户和其他服务收费 包括透支费用 财长表示 政府采取四大措施 确保加拿大人受到银行的公平对待 一 为了保护加拿大人免受抵押贷款支付上涨的影响 财长方惠兰表示 一个多星期前 他已与该国最大银行的首席执行官会面 讨论FCAC准则 FCAC的特殊情况下 现有消费者抵押贷款指南 概述了政府对金融机构的期望 该指南指示银行积极与面临主要住宅违约风险的抵押贷款 持有人合作 提供量身定制的抵押贷款减免 财长表示 未来几周政府将密切监控银行是否遵守新规 二 为了让加拿大人更能负担得起银行业务 财长宣布政府正在采取行动 确保加拿大银行提供更多低成本和免费账户选择 三 联邦政府在打击垃圾收费方面正在取得进展 其中第一个就是打击银行的NSF收费 财长称 这项NSF收费对低收入加拿大人的影响尤其严重 NSF费用是 当客户账户余额不足以支付相关账户支出 例如支票自动付款或其他预售权付款时 银行就会向账户人持有人收取NSF费用 四 为了支持那些认为自己受到银行不公平对待的加拿大人 财长指定了一个独立且透明的非盈利组织 银行服务和投资监察员作为唯一的银行业外部投诉机构 从2024年11月1日开始 强化后的OBSI将有权解决所有加拿大银行的投诉 这四大新股是近期加拿大政府针对银行业的一系列联邦措施中的最新一项 本周二联邦政府宣布的措施旨在使银行业务在加拿大人面临成本上升的情况下 更加负担得起 这可能意味着银行将不得不减少大量利润收入 这些收入通过利息和零售银行费用获得 汪贵兰在公告中提到 抵押贷款准则是金融消费者管理局FCAC于7月推出的 设定了银行应如何未面临严峻财务挑战的房贷借款人提供支持的预期 该指引还概述了通过延长摊销期来帮助这些借款人适应更高成本的流程 联邦政府新规还专门针对零售银行收费 财长表示 加拿大政府正在指示FCAC设定一项期望 要求在方免费或以相对较低的成本提供个人银行账户 为了解决其他费用 包括在线支付 借记交易 透支和电子转账的费用 政府一指示FCAC鼓励银行取消或减少费用 加拿大财政部还负责考虑降低银行其他费用 例如支票 谈票时的费用 此类费用是银行的重要收入来源 在某些情况下 他们已将这些机构推向政府审查的目标 汪惠兰财长最后表示 加拿大人要求并应该得到更好的待遇 有权从银行获得灵活性和选择权 据CTV新闻周二报道 加拿大一位杰出的商界领袖及其家人 已被确认为周日在萨斯科特温省 阿布林附近一起车祸中的遇难者 卡尔米勒和他的妻子 萨肖纳米勒以及他们的两个孩子 卡拉尼和凯伊登全部不幸遇难 卡尔是房地产开发公司 Meridian Development 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 萨肖纳是一名注册护士 曾在萨斯卡通商业学院讲课 卡尔的商业伙伴兼30多年的好友 威尔逊告诉CTV新闻 这是一场悲剧 每个人都难以接受这一切 据加拿大皇家骑警称 这起车祸发生在10月15日晚上9点左右 地点在41号高速公路 靠近伊登伯克路路段 调查人员称 卡尔一家四口乘坐的SUV 与一辆半挂卡车相撞 四人全部当场死亡 据RCMP称 涉事的半挂卡车司机没有受伤 卡尔曾任萨斯卡通住宅建筑商协会董事会 和萨斯卡通商会董事会的董事 商会首席执行官Jason称 卡尔为社区的建设者 他不仅仅要确保建筑具有吸引力 或者从经济角度能够运作 他还会生思熟虑地并关心这些建筑融入社区 以及如何影响居民 我认为这才是卡尔真正的与众不同之处 市长Clark不仅与卡尔在城市建设方面有过合作 而且还住在这家人的附近 Clark告诉CTV新闻 我住的地方离卡尔、萨肖纳和孩子们不远 这些年我看着孩子们长大并一直与卡尔共事 Clark表示他听到事故的消息感到非常震惊 截至目前RCMP尚未公布车祸的具体情况 BC省13岁华人女孩谋杀案继续审理 陪审团被告知一名专家证人无法继续完成她的证词 因为她已经亦白去世 Lance在周二告诉陪审团 在上个月阿里的一级谋杀审判时 Dr.Tracy Pickett没有出席完成她的交叉审问 法院不知道她已经去世 温哥华警方表示 Pickett的尸体于在9月28日在温哥华社区被发现 这次在家庭成员报失踪的两天后 当时警方表示这名55岁的女性的死亡似乎不是犯罪的结果 法官要求陪审团成员不要猜测她的死因 表示他们将在检察官和辩护律师向法院提出建议和告知 他们将如何处理医生的证词 Pickett上个月作证 称在本拿比公园发现的华裔少女的身体上的强烈痕迹表明 她生前曾经遭受过性侵犯 阿里在女孩之死案中被控一级谋杀 少女的尸体是在17年7月19日凌晨 就在她的母亲暴失踪几个小时后 在中央公园被发现的 Lens发表讲话后 检察官传唤了本拿比Tim Hortons餐厅经理作证 她作证说 餐厅内的闭露电视摄像头显示 这名少女于17年7月18日晚上6点左右进入餐厅 身着牛仔短裤 黑色T恤和有线的耳机 她作证称 陪审团将观看的录像 显示这名少女在餐厅内待了大约90分钟 BC省于本周推出了一项强制主要居住要求的短租法规 震撼了BC省的短租市场 根据CTV的报道 Steven在维多利亚市中心的一栋公寓楼里 经营着两间L边并公寓 其中一间装饰的像电视节目老友记致敬 他对自己很快可能无法把这两座公寓 作为短期租赁经营的消息感到震惊 因为他不住在那里 他称这个消息令人震惊 因为无法支付房贷按揭 CTV报道 BC省周一宣布收紧短租规定 短租套房必须是主要居所的一部分 这冲击了很多专门卖公寓来投资短租生意的人 省住房厅长柯一伦表示 新规要到明年5月1日才会生效 所以业主还有一些时间 无论他们是想长期出租还是想出售单位 阮氏说 公寓太小 因此对长期租赁来说没有吸引力 而是他贷款买下这些小公寓 因利率飙升 如今每个月要付3000多元的房贷 长租的租金根本不足以偿贷 他说 如果他卖掉这间公寓 现在的价格比他买时会低很多 新规也引起了酒店业的担忧 BC省餐厅和餐饮服务协会会长托斯特森表示 一旦许多短期租赁消失 维多利亚和温哥华的酒店房间 根本不足以负担旅客的需求 最终会让这些游客却步 因为找不到住宿 所以干脆不来了 贺一伦说 已经想到需要平衡 就餐饮业来说 如果民众在一个城市租不起房子 餐厅也找不到员工 大维多利亚旅游局的努尔西表示 旅游业支持新的短期租赁规定 人们拥有两个 四个 六个 二十个 四十个 六十个单位 这减少了我们居民 包括我们的工人 可得到的房屋单位 好了 以上是本期港湾播报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Cherry 希望大家能够多多为我们的视频留言点赞 那让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